騎樓旁突然衝來一台機車 撞上路邊停等的車輛 騎士自摔倒地昏迷不醒 路人經過想幫他報案送醫 夫人卻想先聯繫主管回報 結果卻是 受傷的小指骨頭外露 送醫後居然還需要截肢 關鍵就是車禍之後 雇主叫他先上班再救醫 他趕不回來 我沒辦法 我一定要接學生 不然學生在那邊有危險 可是當時我的傷是 我腳也是整片傷 所根本沒有辦法簽學生 當然安清班老師的程序女子 忍痛去學校接小孩 耽誤兩個小時才去醫院 事後向雇主要求賠償 才發現雇主根本沒有幫他投保 氣的在臉書上PO文 沒想到主管卻要求他刪除文章 還問他為什麼要騙人 我一直相信你 如果再看到貼文 就沒有什麼好談的 程序女子不明白 為什麼受傷還要被威脅 取消雙方協議 直接走訴訟 沒想到還因此被解雇 誠意的跟我說一聲 程老師對不起都沒有 然後甚至還 那天調節委員會 他還這樣嘻嘻哈哈的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嚴重的傷 事後向安清班求證 主任表示已經和老師談過 雙方當下也達成協議 雙方後來是用8萬5達成和解 那這個和解性的內容 就包括植栽的一些相關的事項 但程序女子不滿 認為雇主長期讓他超時工作 失神摔車 害他截肢還丟了飯碗 打算提起訴訟 要為自己爭權意 這位阿哥亞麥 李傑新北市報導 請大家 請大家